不知道大家对古董有没有研究 一个透光的瓷器瓶子 清朝乾隆年间官瑶的 本来价值在25万到30万的价钱 就因为鸦片战争被西方人抢了去 底下开个洞 价钱就只能卖20万左右了 因为有瑕疵了 小便近日偶遇一台全新捷报XJ 销售人员称这款没人买六折处理 难道有瑕疵才那么便宜 说起英国捷报 在车站上给我印象很深 因为标志很好认 车头有个豹子头 不是凌冲车尾有个奔跑的豹子 冷血动物的凶猛感觉霸气十足 具有王者风范 英国皇室元首指定专坐 你知道的英国名人通通都坐过这车 比如伊丽莎白女王 查尔斯王子 哈里王子撒切尔夫人 坐这车的人不知不觉 就有种贵族光环加深的感觉 捷报主打中高端运动轿车 年轻人很多就喜欢这样霸气的 符合现代人个性放飞的口味 口味极好 但是官方指导价在75万到100万左右 往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有钱人宁可选择宝马 主要宝马在广告营销上确实坐得很足 大家有钱了 第一想到先买辆宝马车来开开 不是有句话叫做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吗 小编有心 偶遇一辆崭新的捷报打六折出售 力度之大 四个人都会心动 突然有种冲动式魔鬼的感觉 人就是矛盾的一会儿背一会儿洗 又有种便宜无好货的感觉 这辆车是全新的保护的很好 外观上时尚流线型车顶向后掠起 宛如风中利刃一般飘逸 这车往往让人忍不住想看看司机的样子 可谓骚气十足 外观没问题 估计问题出在内部 开门一看 十足的宽敞 内饰真于舒适于品质 完美贴合身形的柔软真皮座椅 加双针线风 现代风格市面 极尽奢华 据说是邮轮设计 后来汽车销售人员坦诚告诉我 这辆捷豹XJ6 因为是均绿色 太冷门了 不是很讨戏 所以魄力六折出售 我觉得这个见人见智 就因为开这种颜色的车人太少 才显得与众不同 无与伦比 童子 汽车销售人员坑 都没针 nope 你却抜出售 有点 宫 不得了